王力宏和李亮磊的离婚案子早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王力宏作为老牌艺人 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他离婚后的动向 此前台媒拍到王力宏离婚后近况 目前王力宏是艺人独居的状态 可能是为了方便随时探望孩子 现住址就在旧居附近 王力宏也被拍到夜间骑车回家的画面 照片中王力宏穿着一套骑行装备 还背了一个大背包 不知道是刚健身完毕还是一直都骑行出门 同时台媒也透露 王力宏还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家人当礼物 而王力宏的事业也在慢慢回春 将于1月份在美国复出开演唱会 演唱会的名字叫Wan Li Hong Wang 寓意是哪怕只有一个听众 王力宏也会坚持唱给他听 回想当初 王力宏和李亮磊的离婚风波 李亮磊常文 控诉王力宏出轨劈腿 王力宏则是拿不出实际证据澄清 反而被磊神之锤一锤再锤 最终名声扫地 之后 两人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也是矛盾不断 今年年初 李亮磊方曾表示 王力宏完全不遵守协议规定 故意在纽约提起诉讼 让自己面临庞大的律师费用 还特意提出诉求让自己负担律师费用 甚至就连最基本的子女抚养费 王力宏都迟迟不愿意支付 之后7日的时候 王力宏又立好爸爸人设 称认同并接受台北市相关部门的建议 为了孩子这想会删除此前 为回应不时指控 而不得已于社群媒体的相关发文 但是今年11月份的时候 台网友又爆料王力宏 以演艺工作中断 没有工作收入为由 打算不给家人照顾费 对此台媒查证表示 王力宏没有相关的案件 不过王力宏此前应该也确实资金紧张过一段时间 要不也不会住工作室 反被检举非法入住而罚款 之后才租住别的地方 不过王力宏似乎也并没有受舆论影响 同时11月王力宏还被拍到和林志玲夫妇 范里奇夫妇 以及超级富豪富邦集团副总裁蔡明星一家聚餐 席间其乐隆隆 转眼来到12月份 王力宏方宣布复出开演唱会 值得一提的是 王力宏和工作室的账号都没有官宣这个消息 只是王力宏的音乐公司账号发视频 宣布了这个消息 还在评论区阴阳怪气表示 心脏不够大磕的都被网友骂走了 不过王力宏也真是风波不断 刚刚宣布出 就有人冒充王力宏发文 称自己停工一年期间转行炒股 被台积电套了2000多万 后来找到某位分析师成功解套 并邀请大家加全一起炒股 但随后被经纪人澄清 这不是王力宏的账号 从离婚到现在王力宏 也算是事业有了起色 只希望之后王力宏能踏实工作 好好对待家人吧 汪小飞和大S的隔空炮轰 让人想到去年 王力宏和李亮磊的离婚护私 也是精彩时分 看来明星们的离婚事件 围观的吃瓜群众很多 其实互相炮轰到后来 还是要解决问题 伤害的都是家人 网友们也只是看热闹 能够和平解决的 还是不要闹得那么凶 王力宏事业虽然没有被毁掉 但伤了很大的元气 两人结束八年的婚姻 育有三个孩子 可能感情变淡 所以王力宏被怀疑出轨 虽然曝光很多信息 但没有实锤证明王力宏出轨 看来是李亮雷想太多 导致两人最终会选择 将家丑曝光给网友 其实原本可以坐下来协商沟通 但为什么要毁掉王力宏的事业 这个真的不是很理解 两人认识很早 网友扒出双方的各种隐私 学霸人设的王力宏想不到 因为婚姻被困扰 李亮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他们因为都是美国籍 所以打起官司也是很漫长 至少目前没有听说 两人已经结束离婚官司 离婚事件从2021年12月 一直延续到2022年7月 双方都是各执一词 说法不一 王力宏也回到台湾生活 而以前的豪宅 还是李亮雷带着三个孩子居住 王力宏曾曝光要将在无疆的房产过户到李亮雷的名下 孩子的抚养费自己也会承担 虽然都提供很多离婚的证据 但目前没有媒体报道 两人的离婚官司已经结束 看起来在美国打离婚官司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台媒报道 王力宏婚店一年多 与李亮雷关系缓解 晚间骑车 扛着大背包返家 王力宏目前是一人独居 已经搬到旧居附近 方便随时探视孩子 他骑着脚踏车 身穿白色T恤 后面扛着非常大的绿色背包晚间返家 不知道报道说的返家是返回自己居住的地方 还是返回李亮雷和孩子的家 估计应该是返回李亮雷和孩子的家 应该是去看望孩子 毕竟圣诞节即将来临 可能是为孩子准备圣诞礼物 内地额事业全部禁毁 被李亮雷曝光很多不堪的丑闻 王力宏在内地的代言都纷纷解约 而且有些可能需要做出赔偿 但这应该不影响王力宏和孩子的正常生活 毕竟可能也有一定的积蓄 王力宏在内地的工作 目前没有解封的迹象 可能需要时间 毕竟他和李亮雷的离婚官色还没有结束 除非两人复婚 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毕竟已经撕破脸皮 两人现在联系的纽带是三个孩子 王力宏休息一年多即将复出 消息来自知名经纪人兼导演的邱立宽 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王力宏将在明年1月28日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演唱会 正式复工 王力宏在预告说 哪怕只有一个人出席 他也要演唱给观众听 看来消息比较准确 毕竟休息太久 王力宏和李亮雷关系缓和 还得赚钱养孩子 李亮雷带着三个孩子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精力赚钱养家 两人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王力宏事业影响很大 在国外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才会选择在国外开演唱会 内地复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也没有开演唱会的条件 尽管王力宏可能不是一个 优秀的父亲和丈夫 但他是一名优秀的歌手 46岁的他事业能否回温 还是在于他和李亮雷的关系 希望不要再被曝光丑闻